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台灣家庭在德國 你在情人節收到的玫瑰花現在還活得很好嗎? 第一集是要跟大家分享玫瑰花怎麼照顧才活得比較久 以及在德國花店買花的時候 如果你的花在七點保固期內枯掉的話 要怎麼退現金回來 結尾的時候會順便聊聊德國人對人性的看法 我覺得德國的花比起台灣來說相對的便宜許多 在台灣一朵很小的玫瑰花就要八十、一百塊台幣 德國的花店有時候有那種快要酷掉的 大概還能活三天的花就是一塊錢一束 那平常在超市也常常會有1.99、2.99的一束花 換算台幣一束花不過是七十塊或是一百多塊而已 當然你如果在花店去買它那種已經配好綁在那邊的花 如果是大數一點的話是要二、三十塊歐元沒錯 我們家的餐桌上一年四季一定會有花 如果你跟我一樣住在德國又很喜歡買花的話 這一集你一定要看 當然我所指的退現金是紙花店 而且它是有七點保固的那種 在超市買的花當然是不能退錢的啦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剪一下這個情人姐收到的玫瑰花 這個藏心玫瑰呢 在德國如果你在一般的花店買 這樣一支可能就要一兩塊歐元 就是大朵一點這一支就要賣兩塊錢歐元 那你如果在阿里就是像情人姐這樣子 買了七朵才4.99 如果你在別的花店買就是一束玫瑰花 它有時候都會有那個七天的就是Guarantee Guarantee是指說你如果有好好照顧 然後如果在七天之前就已經死掉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拿回去退 我已經退不好幾支 所以是絕對可以退 只是說退的時候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的這個玫瑰花的這個末端 一定要是斜切的 像這幾支這樣子 這個我已經剪好了 是斜切面它才會讓你退喔 如果你只是買來 或者是用剪刀剪這樣子平平的 他就會說你這把瘦的喔 就是說你自己的錯 因為你沒有這樣子 這樣子把它斜切 就是在照顧這個玫瑰花的時候 比較記得把它這樣子斜切 這樣子會讓它保鮮期會更長一點 如果你在比如說Bloomans來淘寸買的話 它一般都會有七天的保鮮期 今天之內死掉的話 需要跟它退錢回來的話 它一定會看你有沒有斜切 如果你沒有斜切 它絕對不會推薦給你 要記得 記得我第一次去退這個花的時候 是禮拜五買的花 然後隔了一個週末 禮拜一的時候 它就已經哭掉 就是快不行了 正好那個Bloomans Phytosen 包花的紙 還在我們家的紙類回收欄裡面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把它包一包 然後想說它既然說七天的guarantee 那我包著拿回去看它會怎麼說 我們這邊的花店一般都是不給發票的 所以我想我也沒辦法證明說 我到底是什麼時候買的 我把那個枯掉的花拿回去的時候 我只是簡單的描述一下我什麼時候買的 然後它看了一下那個花是有斜切的 它馬上就退現金給我了 我拿到退的現金的時候我就覺得很驚奇 因為我如果是拿一個一兩個禮拜之前買的花枯掉了 也用它們的紙來包 它們也很難發現 當然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子做 花店的想法可能是他們對產品有信心 而且他們認為一個人不會為了三五塊錢 還要這樣特地跑一趟吧 最令我驚奇的是沒有發票的情況下 它居然完全願意相信我的話 就像在德國做交通運輸工具一樣 所有的捷運地鐵火車站是完全沒有砸口的 意思就是就算沒有買票的人 也能夠進入月台坐上車 這麼做就是真的相信 每個人都會憑著良心自己買票啊 當然不定期還是會有人在車上 或者車子到站的時候查票 如果被查到的話 就要付六到七十塊錢歐元的罰金 每年都在增加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那就更糟糕 因為它會登記你的護照 所以奉勸大家還是不要停而走險 因小事大 德國人相信人性本善的這一點 還體現在很多生活的面向 今天在這裡沒辦法一一跟大家描述 想知道的話就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